看我这边,一二三 画面现场是由喜恩文化艺术公司 结合艺术家陈振才老师与信义社区大学 共同举办的拍下你的面容 交换你的故事、素描分享课 邀请在当地生活或曾经在这里就业就学的民众 带来一个纪念品或物品 分享这个物件的记忆或故事 艺术家也现场指导民众 用素描画下这个有记忆点的物件 串联起许多在地的回忆与故事 因为我是念之前台北医学大学的一记系 然后这个是以前我们大三一个重点科目 深化的一个原文教科书 然后这本教科书对我来讲算是一个蛮重要的意义 它就是等于贯穿我整个大学生活的 课业社团跟爱情这样子 所以然后也连带影响到我现在的 之后的工作的志向 然后以及现在从事的职业这样子 我目前是在担任医检师 然后也是在担任那个 基因检测方面的一个分析的工作这样子 然后也是那个时候算奠定了一个 很深厚的一个基础这样 就等于说也是看着 也有点像看着信仪区从无到有啊 就是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 其实这边还没有那么 还没有那么热闹这样子 虽然该有的东西都还是有 而且算是已经有点规模 但是还是就正好看着它一直快速的发展 就觉得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这样子 这个玩偶是芝麻街梅雨的玩偶 然后我是在 因为我在附近上班 然后之前也住在五行街 那下班之后有时候会在附近闲逛 所以这个扭蛋是在附近扭到的 这个玩偶我对它有两个回忆 一个就是小时候对于芝麻街梅雨玩偶的回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我在台北 来台北工作之后 在当地扭到了芝麻街梅雨的扭蛋 然后当时我就想要这个小女生 其实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反正我就觉得她很可爱 然后这是我今天针对她的素描肖像画 很短时间要教她作画是不太可能 但是我们未来有可能 它会变成一个长期的课程 我们就可以花比较多时间 在教学如何这个基础素描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作为一天的活动 我们还是有一个很短暂的半小时的教学 我们透过快速的说明 所谓核位素描 以及如何表现这个素描上很重要的几个关键 明暗的变化以及色彩的一个说明 那当然我刚刚很重要的一个提示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绘画的本能 就是说我们都有涂鸦的本能 我们从小都有这种涂鸦的本能 是人的天性的一个本能 那逐渐的我们太相信有一个技术 所以你就放弃 可能你就觉得以前的那个绘画本能 不是一个很好的技术 那我们其实要打破这个观念 其实你可以唤起你的本能来做话 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描的一个开始 透过民众的参与 收集信义区在地故事之外 活动最后也帮参加民众与物件 拍下照片赞予学员 也透过活动收集这些照片 将提供韩国艺术家作为六张黎设宅 及三星段设宅的公共艺术创作参考 我们整个信义区六张黎的社会住宅 公共艺术计划的总主题叫做青山家族 因为我们知道六张黎设宅 靠近我们这边的四寿山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规划了很多件永久性公共艺术作品 那其中有一件是韩国的艺术家李哲熙 他创作的 那他创作的特色都是用管状的旅馆 然后形作出一些人的面貌 或是人的身形 那我们这件作品是一阵一辈 一男一女的这个面貌 这样组合起来的一个作品 非常的有趣 名称叫做爱中合一 就一男一女爱中合一 那我们觉得说既然这个作品 是放在我们台北市新议计划区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这个面容是我们台湾在地 甚至是新议区的年轻男女的面容 那因此我们希望就能够拍摄这些年轻男女的面貌 然后给韩国艺术家他再去来重新modify 重新调整他这个创作的这个形象 这样子 那为了吸引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艺术计划 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也可以来画一下这个素描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分享在新议计划区 你在新议区你生活的点滴故事 所以请大家带你的物件来画你的物件 我觉得当我们拍照跟画是不一样 因为你在画的时候一比一画描绘那个形 还有深浅的时候 你那里面的感情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大家一起来回想我们在这个在地的一些情感 跟你生命的记忆 然后也把这些照片能够拍摄到 所以它是一个串联性的活动 老师有说它是很像合作艺术合作的感觉 其实我因为我不是学艺术 但是我对于艺术跟当地的结合这方面的 我也蛮好奇 老师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计划 所以刚刚也有稍微聊一下 然后很好奇想要 我身边其实不太有这方面的朋友 所以想要了解一下说 是什么动机会有这样子的计划 然后做艺术的人 为什么会想要跟当地的文化 或是当地的人有所连结 那所以我们跟这个信誉计划区的 不少单位会有合作 那最早我们就是跟社大的一个合作 那因为社大的有比较多在地的住民 他们来自很多元的地方 那我们希望借由社大作为一个中介的平台 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社会艺术行动计划 然后来执行它 对 那我们的计划当然就关于这个本身是一个 一个校团的一个交换计划 就是说希望参与的住民 他带他有记忆性的物件来 那我们来观看它 来描绘它 然后来分享它关于这个物件的一些记忆 觉得这个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分享 而且也是一个 因为我之前算是没有 除了学校的美术科以外 没有接触过什么正式的training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策划单位喜恩文化艺术公司指出 六张黎社宅及三星段社宅的 公共艺术设置计划开始启动 将与多位艺术家合作 为社宅创作九件常设型的公共艺术 过程中也将规划 让在地民众能参与互动的机会 也借此带领民众透过艺术家的计划 来深刻连结与社宅之间的情感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